现如今马路上私家车越来越多 交通堵塞也越来越严重 什么追尾等撞车事件也是经常性的发生 所以一般这个时候就要看谁的车更坚固了 当然这是在没有人员受损的情况下的一句调侃 近期发生了一辆比亚迪追尾日产天籁的事件 而比亚迪毫发无损 而日产天籁的后屁股却被撞得面目全非 首先先来介绍一下这两位主角 比亚迪一向以安全系数高著称 虽然他的外观和logo一直被人们吐槽 但他的质量却是毋庸置疑的 这也是比亚迪被称为公路坦克的原因 比亚迪产自中国 虽然外表不怎么样 安全系数却是令人放心的 日产天籁被定义为奥迪低端产品的竞争对手 他比雅各加美又要高一个档次 事情是这样的 胡先生是比亚迪的车主 当天晚上胡先生因为朋友聚会 所以多喝了几杯 没办法开车回去 无奈之下只好让妻子开车 而妻子的驾照又是采拿过不久 再加上又是晚上 新手上路总归有点紧张的 导致刚开出没多久 就在倒车的时候撞了一辆日产天籁 然而比亚迪并没有任何的损伤 甚至连油漆都没有蹭掉 天籁却受损严重 车尾左侧易子板尾灯以及保险杠 都被撞得裂开了 而后备箱更是被撞得凹陷了进去 后来有网友发现天籁的防撞梁里面 居然还是空心的 不少网友称防撞梁空心的 这样的车白送都不敢开